到现在我终于明白 你的出现就是证明 有一天你还是会离开 当你爱我的心慢慢变得冷漠 我终究会成为你的过客 我曾以为会有结果 没想到你会闪躲 没曾想过你会逃出我心底的枷锁 当着所有全都毁灭 我的心已破裂 没有想过你会狠心看着眼前一切 现在的你从前的你在我心底闷延 现在的你因为金钱在他床上缠绵 我用耳朵贴在墙边听着些许浪叫 我的双手紧我拳头我的心在咆哮 我想你在他的身上还在不停摇晃 我想慢慢推开房门看看里面现状 我想我是独自离开还是活该我心塞 我想这场游戏结局或许不再去猜 你说我是你的光荣是你一世的英雄 现在的我回想过去真的有些不同 你说我是你的君王陪我走到辉煌 现在的我想到这些真的有些迷茫 滚吧 带着你那肮脏的身体 走吧 你就是个无敌线的贱人 够了 这场耐情我都已经看透了 醉了 我的心也已经变得碎了 哭吧 眼角的泪慢慢开始滑落 亏吗 这么做你想想真的对吗 累了 这次算我懦弱选择沉吗 算了 从这一刻我们支持 过客 嗯 一手指一个最喜欢的过客 我代他说一声谢谢 那个 就是 我也不知道咋说 反正 就是 挺长时间没喊了 喊一个高兴高兴 我整长时间没喊了 喊 有多点喊不动 可能 大家都是感性中人 谢谢你们 那个 那 咋整啊 这个 就是来落虾科 说一下再见的 能联系上他吗 联系不上 等他醒了 才能联系上吧 没事 你要联系上他 我不就联系上他了吗 对 希望以后 以后还可以再见到 就是以后 如果大家见不到我直播了 然后经常在我身边的人 他们可能都会去看看你 回问一下当初的日子 嗯 那那都没事 那都没事 关键就是说 就是子怡这一块 你联系上他了 你到时候就给我发个消息 告诉我一次 好的 好的 也得 咱也帮不上啥忙 别的也不说啥 就是都是平平安安的 就比什么都行 对 我 我2018 也不知道能不能够回来 我也希望我可以正常回来 如果我回不来的话 我特别希望2018 你可以代替我们一起辉煌 感谢蓝蓝 给你有信心 会慢慢好的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呃 现实该忙什么忙什么 完了 有事是啥的 就发微信 好的 还有微信吗 对不对 对啊 还有微信的 再好来不接 咋还有电话呢 对 还有电话呢 你可别哪天整人的时候 给我打个电话 没事 到时候我想你 我就给你打电话 你别说 你是我所有认识主持里面 最帅的一个 九龄 依然那么帅 祝你越来越好 二位 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 是你